只看包装和外形 你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吗 奶茶杯那不就应该是 里面泡奶茶之类的吗 喝一口就没了吧 他们其实都是一次性的 果味电子烟 在去年颁布的电子烟 强制性国家标准中明确规定 所有水果味电子烟都要下架 只能提供国标烟草 果味电子烟和具有儿童锁的烟具 也就是说奶茶杯根本不合法 压根也不允许销售 此后它还荣登过几次热搜 三无产品可能仓毒 必经绝运 但令人息思极恐的是 这些奶茶杯渗透到中小学生 大学生 年轻白领之中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 没见过甚至会被吸引 时至今日呢 我们依然能不费吹灰之力 买到这七种款式 共14种口味的奶茶杯 它为什么还能如此猖獗 这些产品到底有多不靠谱 这期视频就要拔出那些 躲在羊皮之下的真面目 细数奶茶杯的三宗罪 同时也为给看视频的你们一次警醒 无论是否成年 你都千万别碰 第一宗罪 外表伪装无下限 奶茶杯的伪装没底线到什么程度呢 先说第一眼看到的包装 搞得花里胡哨五颜六色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盲盒手办 还有点像口气清新喷雾 取名也是很会啊 直接就写奶茶杯 可乐罐 把自己和电子烟撇的干干净净 再说口味 什么西瓜脆冰 抹茶新冰乐 北冰洋汽水 全都是一看就好吃的饮料和零食 我拿着问了好几个同事 平时不抽烟的成年人都猜不出到底是啥 更别提心智还不够成熟的小孩子了 这还没完 藏在包装里的本尊更是迷惑性极强 几乎是一比一微缩的奶茶杯和可乐罐 喝盲盒百件完美融合的像素虎 流体熊 甚至还有藏在毛绿玩具里的奶茶杯 这样拿手里挂书包 甚至就直接摆在你家书桌上 你真的能把它们和电子烟联系到一起吗 第二宗罪 为赚钱无孔不入 靠着成功的伪装 这些卖奶茶杯的藏都不藏了 不少景区美食街上 就会有专门卖奶茶杯的小摊 很多人还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 商场的饰品店见到过 而购买者绝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学生 到了线上 一切就变得更离谱了 虽然直接在购物平台搜奶茶杯是没有的 但他们为了引流到微信 开始在各个平台乱标 比如说 我在小说讨论剧情的评论区见过 在被子发自拍的评论区见过 底下全是水果汤老板的留言 某直播间甚至就把这些奶茶杯摆出来放着 不知道这些大数据是怎么算的 好东西你不推 私下交易 引导未成年人吸烟 你倒是挺溜啊 微博上甚至还有一个奶茶杯的超话 我们就是在这些别人的发帖中 随即挑选一名幸运卖家到来的 加上微信后 卖家会发个小程序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款式和口味 没有过问我们是否成年 也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信息 选完转账就可以发货了 即快递时 他们还把物品类别包装成文件服装一类 因此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丝滑 有手就会 而拿到食物后我真想痛骂 卖奶茶杯的这些无良商家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第三宗罪 质量安全无保障 很多新闻都披露过 这些奶茶杯 基本都是小工厂偷摸做的 那质量要求 卫生标准是完全没保障 就具体到每个品牌吧 且不说国标里 对电子宴的各项细致要求 光是产品质量法里面 对正规商品的界定 就足以给这些奶茶杯判死刑 我拿中文标识来举个例子 这玩意到底有多随意呢 七款奶茶杯里面 只有三个品牌带有中文标识 而且很戏剧的是啥 我不是一个品牌买了俩口味吗 一个贴了中文标识 另一个就没贴 大部分的包装上就全是英文 你写英文假装进口货也不行啊 这里还写着Made in China呢 还老大一堆专有名词 没考过四六集都不配看懂是吧 当然他愿意写几个英文都算好的了 最怕就是有些人装都不装了 这个毛绒的 好你清高 你套个包浆的塑料袋就给我寄来了 包装上上下下 没有一个地球上会出现的字 然后我打开还掉出来个小纸条 写着别人的地址 或者上一个人退货不要了 你转手就寄给我呀 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被别人嘴对嘴用过呢 咱们再来看这个电子烟 国标里要求的哈 其中一条是标出物化物成分清单 来看这个兔兔奶茶杯写的啥 主要成分 天然植物甘油 一用级饼二纯 植物提取物 天然香精 本性纯粮 一滴尼古丁都没有 但是呢下方人家又写了 尼古丁含量 每毫升30毫克 说实话 这行字我第一次看都没注意到 然后是健康井乳 正经电子烟 我们去年也测过 包装盒上醒目大字写着 吸烟有害健康 未成年人禁止食用 但这些三无奶茶杯呢 讲究一个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什么危害健康 什么尼古丁成瘾 他能不写就不写 可见他赚的就是未成年人的黑心钱 极力掩饰自己是电子烟的事实 接着说他们引以为傲的口味哈 我当然是不敢 也不能真的洗到肺里 要命 就单单是打开包装后 凑近鼻子一闻 一股贼劣质且浓重的香精味 就直冲我的天灵盖 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影响 头晕 真的开始头晕 我不是读一份哈 不少网友都反映 使用后出现晕眩 胸闷 恶心等症状 到底是为啥呢 网上一搜就破案了 很多新闻及检测机构报道过 这些三无电子烟 要么重金属超标 要么有致癌物 总之从生产源头 就谋财又害命 其实内部也特别不靠谱 我们尝试着挨个去拆解了一下 有几款甚至都不需要特别用力 一紧一推就露出了原件 构造非常之简单 而且之后再安装回去 几乎和新的一模一样 要是有某些别有用心之人 往里加点东西 这谁能发现呀 这事真不敢往下想 好在有件值得庆幸的事 在我们准备完稿的这天 新华社发文称 国家烟草专卖局 对奶茶杯 可乐罐这些非法电子烟 政权出击 查获了大量违法产品和生产窝点 甚至连我们家国的那个代购都说 最近严查 好多产品被端了 可见非法电子烟市场 真的要变天了 在此我也呼吁大家 第一 为了你的安全 千万别碰非法电子烟 同时也尽量劝阻你的家人朋友 第二 如果在线上 线下任何渠道 看见非法销售奶茶杯 请记得举报 第三 如果可以的话 请把这些视频转发给更多人 只有大家都认识到 这类产品的危害性 从内心拒绝购买 才能真正从源头上 断了它的后路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能一见三连就更好了 那下期再见 拜拜